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参与社群运动很多都是因为存存的 其实那个源头可能是源自于反高铁的时候 最后那天我们都是做一些类似道路的事情 大家当他们对某一个议题有一定的情绪 或者是他们都觉得无论是用任何的方法 可能都没有办法令到那个政府去改变决定 又或者是令到议会是可以做到一些我们希望去做的决定的时候 那我们会觉得要将行为升级 我觉得基本权人的权子是每一个打工仔的权利 我基层市民而已 但其实可能生活上都遇到那些政策和政府都与我有关 那我自力最低工资实影响到我 反正公司都剥削了你 都剥削到我 我不接受那些这样的 就是你 保住那份工 不要出来搞那么多 我接受不了这些 我觉得不合理就要出声 因为那里是香港的土地 那地方是所有人都 就遇到所有人 我们室住那里 其实告诉他们那里是每个人的 但现在那些地方 其实全部都是给工程 那些政府的地产 虽然变成是他们的 我都告诉他们那里是他们的 所以我们要坐那里的地方 就是说拿回权力回来 其实整个社会 这个社会的建造是我们一手一脚 是凭我们的双手去建成的 其实这个社会 本身就是由我们的双手建成的 那为什么我们不用我们的双手 去取回这个社会的主导权呢? 已经不是去表达我们的诉求了 我觉得不单是这样的 而去重夺我们的空间 我们的自由 那些情绪是累积的 就是这两年你都会看到 很多东西都改变不了 但是人是有改变的 就是我们会看到出来的人 就是除了游行以外 他们愿意走多 那游行示威的升级 进而去到堵路 都是一个 就是我们会看到 是有一个 顺利成章的进步在那里 这个正正是目的 就是为什么要倒路 而那些怨气的出现 其实他们不只是对示威者 而那个逻辑就是 如果有行人或者有司机 因为他们觉得倒路是阻止他们的话 其实是因为什么我们上街 就是因为政府做了什么 所以我们上街 其实为什么政府要推行那么多 那么无耻 或者那么荒谬的政策 都是因为要维护背后 就是那个 就是现在整个社会的那个 主流的经济运作模式 就是要令到那些可以赚钱的人 可以赚钱 或者令到他们可以赚得更多 例如他不肯復建公屋、居屋那些 那都是想 因为地坦商要赚钱 如果他们要建公屋和居屋的话 会遇到很多那边的阻力 就是整个政府它是推列政策的时候 它可以很强势 因为它没有什么阻力 其实不关我事 为什么要连累我呢 那个回应就是 我会说 其实也不是不关你事的 其实 譬如我们整班示威者 说的诉求 就是有很多 有打倒地产霸权 有横腹于民 的确现在物价真的越来越高 而政府还是没有任何措施 去解决这些问题的 而人的生活越来越困难 也不是个别一两个家庭生活困难 是集体很多人都生活困难 我们作为市民 或者作为打工仔 其实我们所拥有的 社会的权利和权力 是很微小的 所以我们就要用制度以外的方法 去重夺我们本身应该有的尊严 本身应该有的权利 所以我们也有的权利 也有权利 有权利 留守正总 试了多少次呢 就是这么多次的事件 每一次都是去到深夜 就被人抬难 其实你是不会有机会 看到第二天上班的政府的人 而如果我们要尝试去阻碍 某一些社会运作也好 或者我们要尝试去 令到那些事真的发生改变的话 倒路的原意就是要去阻碍 那个运作的逻辑 它是真的要处理你的 你再不处理 那便多做十次 便多倒十次路 那就是要人 我因为看到我们坐在那裏 那他就要想我们 雖然他未必会想 就是想去想 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用这些方法 就是让他们想我们的诉求是什么 所以为什么要在公众地方 不能躲起来 就是没有人知道 那如果我们是够力的 就是我们是够人 我们够力 是可以支持得久一点 或者是令到那件事是变得长一点的 那就有机会真的可以做到效果 或者是令到他真的出来面对你 只能够期望 就是我们往后的其他工作 是可以令到那一百人成十的 或者是成一百的 但是起码就让那些人 有点压力 就是即使他们不立刻 可能会觉得 就是我们这些市民 不是的 被你这样控制了 我们终于反抗的 例如三六 例如七日 两次都是会有分组去讨论 到底我们下一步想做什么 例如我们下一步要去哪 我们怎么做 由他们参与游行 去到他们留下 去到他们愿意参与讨论 被捕 再下去 其实是一个过程 他们去将自己投身更多 觉得那些 即自己的力量 加入到一个分钟里面 他们可以造成一些改变 因为基层市民经常接触 主要传媒 然后看到很多些 即便很容易就会跌入一些很简单的说法 就是他们都阻止了 去做一些 可能是文宣 其实我们现在是做得不够 对着不同的人 可能是要转换方法去解释 即是如果你说巴士司机 他们遇到一些 减薪 又或者是他们有一些 很不合理的对待 之前其实都有 即是巴士罢工 都试过 那些其实都是一些 去尝试用他们去 放弃他们的工作崗位 然后去阻碍一些 顺利的社会运作 而这样去换取 承損力力 我觉得转换一些说法 或者转换一些新位 他们会明白 这个就是一个 如何解释的问题 就是 有一个古老一点的故事 就是 当你现在被人逼分了 那 你是不是还要 写封信 你可以写封信 和家人说反对 那我们都 信都写过 那之后下一步 你当然是跑掉了 还怎样呢 到时你也有份得益 因为 可能我们说的一些 其实你也得益 可能 就是反地产那些 你也受地产影响的 至少他可以减价 地铁减价 巴士减价 司机也有亿价 可能他加来人工呢 其实我认识的每一个人 其实他们在社会上 都是面对着各式各样不同的问题 而其实 我觉得有没有根据不到的 就是 你看整体的社会情况 整体的经济情况 其实大家的生活 都是越来越困难的 而我看到 就是越来越多人 都觉得这些问题 他不一定要马上出来参与 当然 但是 有理解和体谅 都是 OK 你会看着你想怎样 你是想要改变的 你反地 他就仍然回来地产马拳 你流行都是一样没用的 你这样说 而其实我们 所有温和的方法 其实都做过的了 而所以 冲击 和直接贫毒之边 是另一个方法 我觉得它是另一个方法 而我不认为 这个方法是 不可取的 那当然 我们都不排除其他的方法 正如我自己 和很多身边的 朋友 他们都用很多其他的方法 去 试试解决这些问题